嗨,我是张粗粗 方便面有很多不方便的吃法 那到底哪种最好吃呢? 欢迎来到粗粗的泡面时间 将你用最简单的做法做一顿不方便的面 如果你是一个人吃的话 千万不要掩大肚皮小 一包泡面就完全够吃了 为了不变成胖醋 我最近在很努力的控制自己的饭料 一方面是想瘦成一道闪电 那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浪费 少吃一点也没啥损失 但如果没吃完 就太对不起圆龙品姐爷了 所以今天你光盘了吗? 嗨,我是张粗粗 你知道自己减肥总是失败的原因吗? 刚开始减肥时 为了每天吃减脂餐 买了各种好看的饭盒和餐具 可是减脂餐总是吃不饱 一到下午就饿得心慌 苏打饼干能连吃三大包 减肥两周后发现效果并不明显 就又去办了张健身卡 为了在健身房拍美美的照片 又买了各种健身服 最后不但体重没有减 花呗还多了一堆账单 咳咳,不要问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些 感谢观看